自身艺人陈楚芳投入演艺圈已经60年了 把拍戏当作运动的她呀 年过70期依然热情不解 她喜欢四处旅游来保持健康与活力哦 今天开朗的熟芳阿嬷将做出一道 吃得健康又毫无负担的凉拌实景 不但色相味俱全 同时还有丰富的多层次口感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可千万别错过咯 现在新手派给我们带来来 我们要现在来欢迎这一位叫做 最敬业 迪丽最惊人 然后最爱面子 最疯狂的超级阿嬷 我的前辈 陈淑芳 淑芳师姐 你好 你好 好开心 各位宿舍 宿舍 大家好 我是当生 吃鱼都不跟你们亲人了 对啊 没有 因为你太好玩了 好可爱 我们俩就是要好玩了 可爱不再少年 竟在不严重的感觉 对啦 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好亲切 当然了 小爱 叫小爱就对了 这个时候要让大家知道 能够叫小爱的都是老朋友 我们认识真的很久很久 但是我刚还在跟他们讲 我说以前 我们刚刚进这个圈子的时候 是在华市 对 你知道你教了我们很多事情 是吗 是 因为你是前辈 然后我们进来 我们在录影的片场当中 包括他们就问书教什么 说工作态度 敬业的那个态度 职场的伦理 这个不是只有演技 还有很多的规矩 对 这个当然是真的 因为你不管是各行各业 都要有职业道德 对 我还记得有一次 佩服 我们到那个 杨美要拍外景 那个 那那个是高丝工的 如果是六点半以前 一路顺床 六点半以后就塞车 大塞车 是 我们有一位大牌的 对 就不要讲谁了 不能讲谁 很多年纪 迟到五十分钟 到了三十分钟的时候我就说 不行 粉笔拿给我 粉笔 我在地下就自行到现场 不能等你了 怪兔 我不是制作人 对啊 后来她自己来 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不行 我们要罚你 罚什么 就倒杯水给导演喝 看到没有 淑芳姐就是这样 她在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她让你学习到 然后知道 但是她又不是这么样的严厉 那你还会给你一个台阶像 所以我刚刚在讲说 这样回想起来 真的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这个料理叫什么 现在虽然是入秋 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很热 现在今天我们来办一个 两半 石井吗 吴亚你决定 你只要决定了它就是了 那你说石井就石井来我决定 好了 凉拌石井 石井好了 就这样嘛 因为有很多种嘛 是不是 当然就是石井了 石井 那我们现在先让观众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跟调味料好不好 OK 凉拌石井 材料有杏鲍菇两只 红萝卜四分之一颗 紫甘蓝三十克 玉米笋四只 小黄瓜两条 蒟蒻五十克 沾酱油 芝麻酱两大匙 酱油一大匙 盐一小匙 芥末一小匙 香麻油一小匙 糖水两大匙 我先把它这个火开起来 这个杏鲍菇 先来给它川炭一下 好 这样让它熟 好 来 那在这个川炭之中 先来切红萝卜 其实小黄姐 人家那个观众听到说 你是当最敬业的 没话讲的了 我们都跟着他学如何敬业 那么最疯狂 还最爱面 体力惊人 你说 不好意思敢跟人家讲说 你现在几岁吗 我一段就没有保留 你看 今年七十七 什么 七七 对 七十七还在拍电影 对不对 我近七回来 对 七岁而已 是 对 所以说你看 那我们现在只要拍戏 就是没日没夜 就是连着赶时间 你连续拍戏拍最久的有多场次 最久的有七天六夜 没有回家 因为答应人家演这个角色 不能说从中午就不演了 可是有台是蛮有良心的 他那边有冲凉的地方 有沙发可以让你靠着睡 但是就是不能回家 怎么回家 因为那个 因为内景拍到天亮 天亮马上拍外景 怎么回家 然后拍完外景 又回到棚内再接内景 三点又接着开始 那不能回家没关系 不能回家就不能回家 我们就把戏演好就好了 是不是 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有很多是在等待 台下十内功 对 台上 一分钟 所以其实你们看到 他这么短的时间 呈现出来的戏剧 其实演艺人员是花很多时间 不过演艺人员 我花多少时间呈现给观众看的 是最好的一面 但这个最好的一面 我都觉得说 这应该要归功于导演 这个要归功于导演 因为现在不像我当时 在台四刚开播的时候 是现场播出的 当年我在那边拍戏的时候 马上要做一个广告 这边在切菜再拍 这边摆 什么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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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过来 就继续演 再继续演 再继续演 就这样子 真的就这样子 好 但是现在 我觉得演员很舒服 不好的从来演戏 再不好的剪掉 最好的一面给观众看 其实中间有一个阶段 我跟你认识的时候 是在华士 对 那那个时候 已经是可以开始录影了 可是不是像现在 是跳着录 那时候就是按照剧本的顺序 我们在摄影棚 可是呢 就因为有的时候 这场戏没有我们 我们又为了等待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受教的时间 因为我们很喜欢听你们说故事 或者说一些 我们在现场 应该要了解的一些状况 所以反而就是 坐在那里等的时候 就是听 对 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很重视 那个伦理规矩的 这个伦理规矩是以前是 比如说我们在化妆的时候 我们就要站起来 对 要这样子的 现在没有的了 现在什么叫前辈 现在我们去的时候 奇怪呢 没有位置坐 化妆室怎么没有位置坐 没有位置坐 谁坐了 那个男一号女一号的助理 也坐在那边 对 所以没有办法的了 时代不同了 放进去 对 还有 这个也要弄一下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用绿豆粉皮做 但是现在绿豆粉皮没办法 不好买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举卧室 也可以 我赚到了 好 我不用切了 好 不然那个绿豆粉皮一大片要切齿齿齿 对 还要切 对啊 可是你们看到没有切得多细 烫一烫 好 这个要过一下 热水烫一下 不然会有一种腥味 好 其实刚刚在讲到就是体力 体力真的就是说 要维持这么长的时间 是在工作状态中 对 体力说真的 是一个人的意义 我觉得 比如说你这个戏你要把它演好 那么你又想要说是 在人家想睡觉的时候 你不想睡觉 当然我也有说我要拍摄 对 我的拍摄你知道吗 什么 要我第一个有毅力 但是就说比如说 你晚上拍戏 我都熬夜 好了 可以关掉了 关了 这个火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我都把它烫好 像晚上熬夜 现在还要稍微熬夜 有点练 我觉得我们以前那时候是这样 24小时这样子 什么现在这样好 现在没有比以前好好不好 也没有 因为现在是 比如说你明天要录的时候 今天剧本才来 对 现在剧本出来得很晚 那我们以前是经过审核之后 30本就是30本 可以拿到一叠剧本 等一叠我们就可以在 还试的时候可以在那边背 以前是拿一叠剧本 现在是拿一张剧本 一张剧本有时候还没拿到 还没 化好妆就坐在那边等 等机器 砍 去本来了 是 一个耐力 对不对 好 这个也很重要 而且你说你把拍戏当运动 那是应该 那譬如说 我现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在家里 早上六点多钟起床 冲个凉 吃个早餐就开始带了 早安 你要赖 你要赖什么早安图片吗 我图片我要自己上字 你还自己做 自己做 要写字 这样很有诚意 就是抓人家的图转给别人 我有时候用我自己的图 真的 比如说今天我两个人拍张照片 也许明天我就会说 小爱跟小芳芳跟各位问候 早安 早安 这样子了 你是很根本上时代的 是吗 现在很多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朋友 他就是直接抓别人 让给他的图转给别人 但是我以前都是用 用我的名字也上去 后来我想一想不要 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们 这样他们也可以 不要用我的名字上去 就他们可以用我的东西转接 你让他们 大家用 大家转带 所以我就没有用我的名字 都是用一些图片 再写一些字 但是很有诚意 你自己还要做就对了 对 以前都是 鼠方和食 或者问候到家什么 现在这个鼠方两个字都拿掉了 好 那所以说平常在家这样做 做这个不要多少时间 做好吃饭就睡觉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人常睡觉 睡不好 这个睡久了就会生病 所以你没有工作 我到哪儿去 就在家 是 对不对 在家里一天到晚吃了睡 睡了吃 我又不敢出去运动 出去运动人家认识我们 结果那你就反而没有出去运动 对 都是 然后拍戏反而 拍戏的时候 跟那些小朋友蹦跳 年龄不是问题 年龄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身体健康才是问题 所以你反而变成拍戏的中间 你可以当成是运动 蹦蹦跳跳 你像我那天拍也是我们 大一台的一个戏 在盐水拍 那可是化好妆之后呢 没有衣服穿了 怎么上 她说我那个时候定妆的时候 他们衣服不够 我自己带了几件衣服去 他们觉得可以 可是你觉得可以 你没跟我说 我就没有带去了 没有衣服穿怎么办呢 结果我跟导演商量之下 我就自己再回台北拿了 从台南再赶回来 对啊 是为了拿衣服 对啊 其实也来回奔波 因为盐水你要去坐高铁 也不是这么方便 这个也要 这样子好 各位朋友 我们刚刚都切丝了 那现在这个杏鲍菇不能用切的 就用手这样掰 所以把它掰开来 就掰开 好 我这不晓得是对不对我不知道 一定对 我在家做菜的时候 我差不多都是 如果切块的我就切块 如果是切丁的我就切丁 如果是掰丝的 这全部一盘都是丝的 我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习惯对不起 好啊 OK 你说像这样子的奔波 好麻烦哦 不不不不 我觉得很开心 你反而开心 因为有这个时间让我这样做 有这种事情让我这样做 就表示说我还很健康 我还行 你还有能力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事情 要有一个敬业啦 所以这也是转换心念啦 让自己觉得说 不是在那边干坐在那里挡 对啊 而是说你还可以 一戒指动一动啊 然后我还能够动就是一个福气啊 就表示我们健康 对啊 好 这样子你看又学会了一点 好 那当然我们要让大家觉得说很好奇的 最爱念 就算是自己受了伤 就算是自己受了伤也不能说 那当然了 拍戏受伤 其实拍戏很容易受伤 对哦 因为我不要讲什么 讲最近那一部 怎么说呢 因为我被那个坏 就外挡嘛 打死 我本来要打那个 孙子嘛 结果后来我中伤了 中枪了 我就死了嘛 就在戏当中 对 死在车上了嘛 那快天亮了 他要把我扶下来 抱着哭 可是你从那个户座那边 这样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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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耶 这边来 因为我那边车子已经被撞了 那个车门又坏了 要从另外一个门那样拖出来 从正坐姿 正驾驶这边拖下来 拖的时候那脚是不是 我这个脚跟这边都受伤了 可是你受伤了 你不能说 我摆摆 就是你要 其实那个过程 你痛你要忍住啊 对 那当然我一定要忍 不忍怎么可以 是 我受伤了 怎么办 所以我就忍了 很多次有一些痛 我都不敢说都要忍 因为你不忍的话 又重来吧 不行啊 重来都要因机 因机不好吧 对不对 然后他们发觉你受伤了 没有 我都没有讲 都没有讲 因为讲的话 他们又觉得好像对我很愧疚 因为 你忍住了 这部戏说真的我也是剪到的 他们找我拍的时候 是上网找我 可是我这个人就会赖得比较好 上网就很少 对 所以他们留言你没看见 我没看到 网络上又在找 找呢 找了找 找了找了半天 终于 终于没有找到我 终于没有找到我 再过三天他就要换人了 真的要换人了 真好是我的刚儿子 没事 没事 上 阿妻 当我家里拍到你 你怎么不去 我说没有 我怎么有 你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怎样 他说哪里不知道 我说你们两句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 你要说 赶快 打个电话 我说你不要骗我 你想我一年都没骗我 这样骗我吗 我真的打电话去 我们在这边 徐旺姐 你在哪里 你出现了 我正想要把你换掉 角色换掉 终于是因为这样找到你 所以还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整个戏拍到那样子 就算脚受伤 你说我不说 值得 也值得 但是这个就是 这跟面子有什么关系 有 这怎么会有关系 你演戏演到你受伤 不能很丢脸 演员 演戏演到受伤 这不是 自己不注意 你要做的安全措施 你都没有做 如果当初我要做的什么 副手 副甲 副什么东西 那我不是没事的吗 真的吗 谁知道 所以说 你自己不好 你要讲什么 这不是 面子我挂不住吗 我这样子 所以 所以说你看 我们要办 好的 好漂亮 但是我们要拌这个酱料了 好 这要两 两大匙 是 好 这个是芝麻糊 好香 你闻闻看 好香 太香了 然后再来调其他的 这个酱油 一大匙 那个一汤匙 还有 好 再来 再来就是这个 盐巴 一滴滴 一滴滴就好了 不要吃太咸 年纪小小的 不能吃太咸 现在还在发育中 不可以吃太咸 芝麻糊是个人的需要 好 这个可以 如果你想吃多一点 就放多一点 好 你想不要吃太多 那就这样少少的换一点就好了 好 麻油 要一点 吃素的麻油是非常好的健康食品 是 所以这麻油要多一点点没关系 好 好 好 这样子我们来调 还没有 还不可以 还没有 还有再加这个是 糖水 糖水 一定要两大匙 好 这才够甜 好 好 这时候就要来拌了 这样拌 拌完之后 我们再淋在上面 你看 你看 你说你拌 你这芝麻都没有把它弄开 你看 这怎么可以呢 好 所以我们要把它 全部都把它拌开之后 这应该是用那个就好了 就可以淋在上面了 就这个就好了 好 那我们可以吃了吗 可以 可以 好 你要不要把这个先拧啊 要 我们来吃哦 凉拌实 titled 做法是杏鲍菇烫熟 入冷水冰镇之后捞起 丝成丝来备用 蒟若川烫之后放凉备用 红萝卜 紫甘蓝 玉米笋 小黄瓜 切丝川烫捞起 放凉备用 芝麻酱 酱油 盐 芥末 香麻油 糖水拌匀备用 小黄瓜丝 杏鲍菇丝 红萝卜丝 玉米笋丝 紫甘蓝丝 蒟蒻摆盘 淋上沾酱就可以了 这个熟芳姐呢 她真的是很想跟我们分享 她这个在演艺圈里面 这些敬业跟经验 那但是还有一个叫做 刚才讲的最疯狂的 为了要更入戏 不是 要我绝对不要 她身材要把自己的牙齿 你却拔掉 锯掉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 我那部戏是叫做春花梦露 它是要参展国外的参展 那可是导演要我去做功课 我就到医院去 台大什么的 几家大医院去看病人 都说过去 现在大事都不去 老了 就是都年纪大了 当地的病人讲话都很露气 那我过去跟她讲 露哄啊 我过去跟她讲 阿桑 那你学到哪里这样 那我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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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话就露气 没有那种 那种像我们讲话 就有那个气的声音 露气都露掉了 那怎么办一看 他都没有牙齿了 我回来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 我牙齿 牙齿要不要剂掉三个 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因为你说的 你自己说的 我不要付钱 导演说 你说的 好 真的去做这件事了 不好意思 如果说我现在拿掉给你们看 很难看 牙齿 把牙齿 要不要剥 不要 不是 太古广了 一把牙齿就是 把它剪掉吗 对 三个 三颗 门牙 然后 然后就装甲牙 现在是装甲牙 戏拍完它长不出来 牙齿不是指甲 都是装甲牙 就这样 真的很棒 所以今天这些 我都吃得下 因为都是丝 好不好 原来 原来 你的原因在这里 是不是 我要切成丝 你要先拌一拌 这个料很好 酱也很香 拌一拌才好吃 芳芳姐 这个酱好好吃 要咱一下 真的好好吃 这个芝麻酱太棒了 好 这个酸酸甜甜的感觉 还有一点 芝麻酱的 好辣 一点点的 有一点初恋的感觉 有没有 有 各位朋友 你们想要再回忆一下有没有初恋的感觉 就学这道菜 把那个芝麻酱 一点点 就有那个初恋的感觉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们想不想 然后到了七十几岁 还像个少女一样 就要学她 年龄不是问题 是你最重要 好 别忘了 是 十一月二十八号 是 忘你找回 大爱电视台 那个大爱剧场 对 我们等好久了 因为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淑芳姐的诗书了 对 好久好久都是 有啦 都是一两集 可能你都落落破 这次我有十二集 好 我们拭目以待 哎呦 我今天非常谢谢淑芳姐 谢谢 谢谢 哎呦 真是忘你找回 哈哈哈 我们知道 Archive 大 Bay 小挥 阿ly 小挥 大 阿ly 大